今天第二場的主題演講 首先我們先有請 高先生傳記的書寫者 溫中兒 溫教授來跟我們分享 掌聲歡迎溫教授 在座各位來賓 Now 以及我的師長 在座都是我的在學界的前輩跟老師 特別今天看到那個清華律師 張宏凡老師 我想您可忘記我 我在清華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當過您課堂的體驗 中文書宣誓 賴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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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在一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您的背影 我沙發界我會掉落到回憶的血窩裡面 我在清華當名TA的時候 您那場課就是說是大學通識課 然後很多外系的學生去修 那是你們 我至今回想起來 算是你們最成功的通識課程 我當時想說 如果哪一天我站在大學講堂上面 我能夠像張宏凡老師這樣開課 讓所有外系學生 都為師來瘋狂搶課 那我就算是一名成功的這個大學老師 但是我想 這個夢想不會達成 因為台灣現在比您所謂 少子化衝擊 所以有點困難 所以我想等下 吃飯的時候要好好跟趙宏老師來訓練 就是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我在童彭大學 這個我的前老闆 范竹文老師 我看到他會是嚇一跳 好那我今天來講一下 就是關於西武功創判 你看任高先生的這個口述訪談 整個 就是說整個緣起 然後為什麼會落在我頭上 然後以及訪談的過程裡面 然後我對高創辦人本身自己的 一點點觀察 因為身為一個不敢做利益學家 身為一個利益學徒 然後對日常生活裡面所接觸的人事物 我們都會進行某種程度一點觀察這樣子 然後就透過我這一點點分享的時間 跟各位稍微來分享一下 然後最後我們會有一個 由高總他非常用心 他拍了一個我們訪談的一個過程的一個紀錄片 然後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然後所以剛剛聽到那個高創辦人在 在這個第一場主演講的時候 我一直在一起一直在移話 因為他今天談信聖榮講了很多 然後優的是我們這個還沒有出版的東西 可能有一點快被他講完了 所以我有點擔心這樣子 不過這個幸好引起大家的一點點興趣 我想也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然後首先我來講一下 就是說新聞風對於我來說 就是說我可能不像在座的各位市長前輩們 就是說有關所謂的佛教、道教的一個相關 宗教的一個研究者 所以信聖榮對於我來說就等於是大不投書 然後這是從信聖榮的網頁所汲取來 兩張動態的一個宣傳 然後他對於我來說就是大不投的一個出版品 然後那時候我們當研究者的時候就想說 這是一個很深奧的一個出版社 然後出的那個書絕對不是我們覺得買得起 因為都是套書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想說 就要沾往他的風采的話 就去這個圖書館 然後跟個人好像沒有太大關係 除非你要投入這相關的一個研究 那應該是獲釋啦 然後接著我來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工作會落在我頭上 在這張PPT裡面的四個老師 大概跟我們都有一點點 或盡或請的這個聯辦關係 然後最直接的聯絡是在今年的5月25號 就是禁止所的尤建宁老師寫了一封信給我 他就說他的老師張立法先生問他說 可不可以從禁止所口出歷史組裡面 找個同仁來對新聞風的創辦人 張立法先生進行口出訪談 然後他說最好是你自己做 最好是余老師自己做 然後但是余老師說 一來他已經退休了 二來他其實手上還有不少 基線的那個有關口出歷史出版品的稿在 他可能分身罰術這樣子 所以他說他馬上想到這個人選 第一個就想要張立老師 然後張立老師因為前一陣子 因為身體微樣 然後下來在休養的階段 他就以身體健康的因素拒絕了 然後後來他第二次就想要李拉教老師 李拉教老師也是我在經營所 我在當助理的時候我的一個老師 我的老闆就是了 然後李老師就跟他講說 他現在正在進行新史學的 這個所謂資深參與者的口出訪談的工作 所以也沒辦法來做這個事情 然後後來他寫信給我 他說我第三個就想到你 然後他大概用了兩個理由想來說服我 第一個他說因為我做過出版社研究 因為我說是論文在清華大學的時候 我是研究抗戰實習的商務藝書館 所以他說的也有點接近 但是我其實也不是研究整個出版社 我只是研究出版社裡面一個出版機構 就一家 然後第二個他說 他說那個跟你學校 你現在服務的學校的創辦有點關係 他說這個高創男跟心理法師有一點關係 他說我想你是最適合的一個人選 然後他就亮出了這個底牌 然後我想說這個比人家的薪水 我想應該做點事情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寄了 然後隔了幾天以後 他就寄了一封信給我 他就給我了兩個材料 就兩個他認為 最直接相關這個高創辦人的這個材料 然後前面的這一個是一本書 就是一套書不是一本 一套書 然後他的其中的第二策 他有一篇文章 是專門在講述高創辦人 他的創業的一個過程 然後大概有三幾頁 就是還蠻詳細的 然後第二個 這都是郵件表紙寄給我 第二是這個所謂的百年佛元的那一套書裡面 也是第二策 然後講述有關出版 台灣出版界跟佛教事業推廣相關的一個因緣的一個關係 然後其中有短短三頁 也講述到了這個星雲法師他眼中所謂的西武峰這家公司 然後甚至有敘述到說高創辦的一個 跟他一點的那個交友的一個關係就對了 然後所以呢我必須說這兩個材料其實是我在做整個口述訪談之前 而且情緒作業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料來源 然後因為前面這一篇很清楚 然後第二篇雖然短 然後但是他多少也講述為 新聞峰公司 就是說在進入新聞峰公司以前 然後高創辦人跟佛教結緣的一個關係 然後實際上也是電機器、新聞峰出版公司這一家 這家出版公司所謂的相關賬金的一個印刷的一個原料這樣子 然後另外這是我另外一個無法推卸的理由 因為在星雲法師的那一個短短三頁文道裡面 他就特別講述到說高創辦人直到佛教大學要成立 他就覺得他們新聞峰出版的所有的書 給這個佛教大學衝使我們的補書館 那稍微打一下 我們出版其實還真的蠻漂亮的 然後各位有沒有可以來這個稍微參觀一下這樣子 然後這個不是我故意漏打 就是說我在訪談前的資料搜集的部分 第一個當然從報刊資料庫裡面來搜集 因為我在想說以新聞峰公司這麼大的一間出版社 然後他的創辦者或多或少因為在報審裡面 留下一頂蛀絲馬跡 結果那個找找尋的結果就跟這個孔白一樣 不是沒有不太能用 不太能用就是說關於高先生高創辦人的這個 相關的事情在我所搜羅這一個台灣的報刊資料庫裡面 很少看到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這是真是一個低調的人喔 然後我後來想 我就突然冥光一陷 我說不太對喔 我只用高本招這個名去搜尋 但如果你看高本招之前那個劉修喬民 他用我三十幾年 總共有32年 這也是為什麼我願意進行這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很吸引我這個用了一個名字 然後在台灣奮鬥 然後用32年然後又再改回本名 我想了解這個啟動狀況 然後我又用了他的這個劉修喬名字去 沒有沒有太大改觀喔 就是說大概出現的都是有關西蒙峰 出版什麼書籍的那些資料 然後其中只有有一篇記者的一個 也不算採訪 有一個記者的稍微深入一點點的報導 就講述說高雙版人對於出版的那一個事業 有就是說對於出版跟市場之間的那一個聯動 有他自己讀到的一個看法 他就說當時他的舉例說 當時新蒙峰很喜歡做一種事情 叫做出版前的預購 然後就是出版前現在這個各報章媒體打廣告 就說我們新蒙峰即將出版什麼樣的書 有興趣者請下面的 就跟我們看那個現在很多電視節目 有興趣的人請打下面的電話這樣 然後他就聯繫 然後他就可以預先知道說 那個市場的方向在哪邊 然後這個書在上面的商碼 這書出版以後 對出版社的盈潰他可以時間掌握住 大概就是那一篇 然後其他都沒辦法在這個口述訪談上面 然後以及後面如果要進行所謂的 針對高創辦人的傳計賺寫的上面 可能用處不大這樣子 然後另外那第二步就問神 這不是求神問 我是問我現在人生最喜歡的 我學員最喜歡用虎狗大神 就在網路去查 一查還真的有找到可以參組的資料 像第一個 他是出自這個 在2015年3月31號 中華無精東文化協會 他們其實有針對高窗門經過 進行過一次訪談 然後那次的訪談 我不知道那個訪談 竹房者是誰 因為他的那個整理 後面整理的人 他沒有把那個訪竹房者名字寫出來 然後但是我看他所羅列的 大概有15個問題 然後其實應該是對於口述歷史 多少有點掌握的一位老師 來代理這一次的訪談 然後但是很可惜的是 因為這個農園會 看他的刊名就知道 這跟宗教界關係非常深 然後所以他的整個訪談的部分 我後來看到的那個篇幅其實不算長 然後但是我猜原本的篇幅應該更長 就是原本的那個訪談 應該更長 但是因為他這個宗教月灘的一個因素 他在整稿的時候 他就偏重於高創慢能 關於佛教界 譬如說如何影音大徵仗 跟佛教界相關的關係 然後以及他高創慢如何支柱 然後就是說等到他自己有能力以後 如何來支柱這些相關的佛教團體 進行類似像散述的傳播 或相關一個文化的一個 一個事業的角度 然後所以 但他其實已經多少有觸及一點 比方說他這一篇訪談裡面 有談到高先生在來台之前的一些經歷 然後可作為我們這次訪談的時候 然後跟高先生的資格書法做一點參證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你看也是出自於 跟佛教界有關的 這一個就非常短 他大概就是在講述 新宮出版公司 而且重點也是在於有關 佛教藏經出版的一個貢獻這樣子 然後但是同樣也是一個很值得 很值得參考一個資料 然後整個訪談過程我們大概 因為我是5月25號才接到 由佛老師的這個E-mail 然後所以那時候已經學期末了 所以就整個訪談的那個過程 我就跟高總敲定 大概就是利用暑假來進行 我大概安排了5次這樣子 然後地點都在這個高先生 現在所住的這個地方 然後我要特別感謝是高總 以及他的家人跟新聞封員工 在這次訪談裡面的鼎翼協助 因為原則上 整個口述訪談的 實際口述訪談作業裡面 我們其實是 我們其實是單體作業 就是我們不太希望家人的介入 然後或者是有其他 因為我 好吧 以這個老黃曼公來說 我們訪他說要干擾 然後但是這次訪談非常特別 就是說這干擾其實是一種助力 因為第一個高先生相應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高先生 那個所謂的聽力的一個問題 我們在在都非常需要家人的一個協助 然後以及熟悉他日常生活作息 信封員工的一個幫助 所以我從來沒有在訪談的時候 或是訪談結束以後 向他們致謝 然後也或許他們也會認為說 我是不是他們的介入 讓我覺得有一點不受尊重 其實不會 我非常感謝各位在訪談 這五次訪談裡面 然後對我提供了這個幫助 因為在整個後來訪談結束以後 每次訪談之後回去聽那個霧音帶 我都會一而再再再聽 原本第一次聽不懂 然後聽到這個高總適時的補充 或是他們有這個員工在訪談的 那個過程裡面適時的這個協助高先生說出 我要那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這個訪談非常的特別 這在我之前所做過的口述訪談裡面 是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狀況 然後現在我就大概花點時間談一下 做所謂的觀察 就是說透過這五次訪談 我大概也不算了解 但是我觀察到 就是說高創亂人他是一個相當有知性 而且在事業上相當有野心的一個人 因為他在訪談裡面有談到說 廣文數據老闆 當時這個他那麼辛苦 要挖獎他 然後一個月給他五千塊 然後當時的五千塊 他就在訪談裡面就告訴我 已經足夠支付 他自己公司所有員工的薪水 然後開銷 然後他說甚至還包括每個月包飯的錢 然後我們就說那你為什麼要去 然後第一次問他可能覺得 這種問題不用回答 因為本來就不在我考慮之內 然後但是我又不時間在問 那你為什麼不去 他大概就講說 其實他需要 他想要創辦自己的一番事業 然後所以在訪談的時候 我就說要是我就去了 然後所以 這個優劣立下 就可以看得出 他是一個非常 就野心 事業野心的一個人 然後當然他很投入相當的心理 因為在訪談過程裡面 他一再的告訴我 然後他創業的艱辛 然後以及整個對他工作上面的一個投入 然後另外高夫人高總和新聞空編輯 在這次的那個訪談裡面 他們是不可或缺的一個聲音 然後每一次訪談 這個夫人都在旁邊給之後 然後這其實在我之前所做這個口述的訪談經驗裡面 我們很怕 因為因為之前有幾次就是 變成夫人講的比原本應該受訪的這個人 這樣子 然後但是這個高貴完全沒有 然後我們可以看出間諜情深 然後但這一次有一可疑的是 股市訪談裡面 對於他們夫妻之間的 從認識啊 然後到相識到結婚 然後到相守這個家庭 為這個事業付出的這個種種 我們是負之缺乏 我知道這如果到時候 我跟那個郵建平老師報告他一定會超級不爽 因為他身為一個婦律師研究學位 他認為這個婦女應該 就是說新聞空的那個事業版本的江山 很大部分已經是什麼 一定是這個高夫人在後面的一個促成 所以這方面我們 我們事後才想辦法補足這樣子 然後新聞空編輯呢 在這一次也有相當大的一個方組 然後有兩次的訪談 高總音樂工作關係 所以由真編輯跟另外一個應該是高編輯 他們分別來代替他 陪著我做兩次 其中有兩次的這個訪談 然後他們也 我從他們跟高創辦人之間的那個相處 我大概可以了解 是一種又盡又味 就是說不僅僅只是害怕而已 然後他是一種尊敬的 是一種尊敬的害怕 他對他們相當尊敬 所以從這邊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新文空的這個公司的這個體質 對員工的一個 就是代員工的一個方式 然後最後這一句話 你代十個兵不代一個工 這是高創辦人講的 他就說這個 因為為什麼他有這個體驗 因為代兵的話 所行的是兵令 一生兵令下去的話 這個兵沒有不往前衝的 他說工人不一樣 工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他說這個要真的為你賣命有點困難 然後為什麼特別葉出這句話 因為這句話他講了好幾次 然後所以我講這個很重要的一句話 然後也值得我慢慢的體驗這樣子 然後另外跟各位分享整稿的一個過程 然後再整個過程裡面 我真的發現到 台灣口術歷史的這個相關的那個工作人才 非常的困難 所以人文學科人才其實非常的老貴 但是社會上不太重視這一點 然後為什麼我大概來講一下 我先講述一下這四個 都不是有幾個是我助理 就是專門幫我做口術歷史助理 整稿的一個成品 然後另外其中有兩個 是我請我認識的學長 他在別的學校 然後他也有在做從事稿出歷史 然後我擷取那個錄音男女他 因為我想知道是不是我的助理這麼遜 第一個是我助理寫的 很奇怪他交給我的那個組織稿 他寫出他是江蘇奉獻的 而且他是江蘇奉獻的 什麼寫都沒有寫過他是江蘇奉獻的 然後我收到這稿子的時候 我就把他叫過來 我說大小姐 我在給你聽這稿子之前 相關資料我都提供給你 我說高創盤是封獻人 我說你為什麼會打成這樣 然後第二個 看資料好像沒什麼 其實這個被高創盤破梗了對不對 他說在訪談的時候 他說當時逃難了 我們吃不慣男方民視 所以大姐都在拉肚子 我第一次看我們講 全家人都在逃難 所以大姐特別是身體不好 然後我跟我講 對啊 高創盤那時候在逃難的時候 是跟著什麼 跟著所謂的山東那些流亡學生 然後他家人沒有啊 沒有跟他在一起啊 因為創盤在那一個訪台裡面 他非常文雅的說 他剛才在口語表達的時候 他說這個直接講大便對不對 他講大琪耶 有沒有小姐大琪 這麼文雅的句話 現在學術了 對啊大姐都在拉入主 然後這兩個呢 是我我的一個學長 他在做口述歷史 我請他的那個註解 我剩餘的錢都給他了 因為他有30孩子 我在學長 正常的管道裡面 誰可以一輩子生30孩子 你要從脊椎開始生 這不 他這一段是在講述說 呃高創盤的高所說 因為他 現在學了 因為這個 呃留修保鮮症 呃 對留修保鮮症的關係 然後他後來他自己 開始工作以後 他有很多的薪水 其實是 呃要記住 呃要記這個留修保鮮 因為留修保鮮有好幾個孩子 這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會聽成30個 哈哈哈哈 然後所以更神啊 他說 呃 這以上這些啊 這個這個高創盤 別人太虛心了 這這個不是你相應的問題 如果這是你相應的問題 好不好 這最後是我的問題 因為這是我說的話 您的那個 官商保老師 巴比拉還是難題 我看到這我就怒了 哈哈哈哈 我就問我學長說 這這 好吧 如果這些都是 中文名字 中文有人叫巴比拉嗎 哈哈哈哈 這一個其實是我在問哦 我說您皈依三寶的那個老師啊 哈哈哈哈 他的年紀 是比 星雲 年紀還大 還是 還可以寫成這樣啊 所以我就說這個 呃 台灣統書歷史的這個鄉萬人才 呃 很難培育哦 我也不知道學生為什麼會寫成這樣 而且不僅僅是 就是不僅僅只是我佛報學生啊 然後各位可能想說失憶的學生可不行 哦沒有 這這個是國立大學學生啊 他不正義啊 所以相當有問題 然後我對這個訪談的這個期許呢 就是說 就像正如同剛才創板有說的 就是說創板裡面分成 呃 所謂的這個線條板 跟這個呃 跟這個圖片板 然後就所謂的照相跟文字 就是說以 創板在呃 印刷字板上面的這個成就呢 我想您留下相當寶貴的那個資料 然後接下來我要做就是 我如何把你這個寶貴人生的經驗 你創業的過程 然後以及你在呃 相關文件出版的那一個事業上面 所發生到的那個影響 然後來進行一個文字的論述 然後呃 透過文字的這個論述以後 希望可以吸引別人來看哦 然後發生呃 更廣遠的一個影響 我我我我 然後我希望承擔文字 反折的這個後生小輩 不會讓你失望哦 這是我對我個人的一個期許哦 然後最後呢 我希望呢 我不會最後變成你帶十個工 我帶一個生哦 你帶一個學生 對 我分了一個理由啊 OK 好那接下來就是呃 我會播放 有那個呃 高總他 他所企劃然後請這個 專業的這個拍攝團隊 來拍攝這個短片 成立於民國62年 也就是西元1973年的新聞風出版公司 以出版傳統中國文獻典籍 與學術著作為主 包括儒家佛家道家以及民間文化等等 至今已經超過40年 新文風出版公司 在當代傳統文化研究中文學 歷史 哲學 宗教的領域 扮演了重要角色 提供豐富的文獻 史料 與學術著作 讓全世界的學者 都可以取得第一手資料 完成研究 使文化繼續傳承 新文風出版公司創辦人 高本昭先生 是台灣出版界巨部 高先生將一生奉獻於出版事業 以發揚人文學術為使命 尤其對佛教傳統文化的繪編印刷 具有極大的貢獻 星雲法師在《百年佛源》這本書中 是這樣描寫高本昭先生的 高本昭居士為人扣道 是一位誠信 有德之人 對於自己承諾的話 都會落實 至今數十年來 新文風能屹立不搖 仍然持續地發行佛書 必然是與他的重承諾有所關係 2020年11月是高本昭先生的米壽 也就是88大壽 高先生精彩的一生 要從位在江蘇北部 接鄰山東和安徽的小縣城 封縣開始說起 高先生家中有六個兄弟姐妹 高先生排行老三 全靠母親劉氏操持家務 照看一家人的生活齊居 父親高成哲 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 所以高先生的哥哥姐姐 雖然生在傳統農業時代 仍然有讀書的機會 後來父親辦了學 高先生就在父親辦的後大營小學就讀 我父親是從地方教育工作 也做過鄉長的 備份也高 都叫勞業 他很危險 個人力量動員地方的資源 常辦一個萬餐小學 本來要跑到外面去讀五年級 後來家父辦學要辦好了 回家還要讀五年級 六年級 最後再到縣城才讀中學 初級中學 要跑三十五里路 一個禮拜再回一次加 在縣城讀中學的時候 沒多久共產黨來了 高先生的父親當時被困在北邊 推不來 又因為辦過學校 是知識分子 也是小地主 還是國民黨員 成為共產黨批鬥整肅的對象 共產黨他向北邊掏了 跑到東北去了 共產黨就被攔住了 在東北氣候冷啊 就過世在東北 我哥哥比我大兩歲吧 他就跑到東北 把家父的身體背回來 講起來非常難過了 那時十四十五歲的高本昭先生 跟著同學到徐州 開始經歷了一連串流亡逃難的旅程 從在蘇北的蘇鄉士生之家 一夕之間成為流亡學生 高先生用了馬金香這個名字 進入山東省魯南第四臨時中學就讀 也才可以填飽肚子 在徐州我都出醫師村 那時候我們徐州靠山東 所以我們叫山東流亡學生 沒有叫徐州流亡學生 我們一塊兒就跟著 跟著山東流亡學生 到了悟虎 過南京到悟虎 那時候到流亡學校的時候 剛剛就本名沒有 剛剛用馬金香他沒有過來 因為用馬金香的名字才有飯吃 高本人名字沒有 就一段時間就把它改過來了 我們剛剛到南京就吃米 吃米常為不適合 在江南時候我們煮米飯 煮不熟半層不熟的 吃不來吧 我們吃麵長大了 我們吃米吃不來 煮這個飯不會煮 不會黑熟 有時候會生的 你看十二三歲十四五歲的孩子 怎麼會 那時候還好啊 出來的時候 爸爸和這個大頭 淫淵帶到身上 還捨不得花 一花了就沒有了 沒有來源了 最後 共產黨結結國家 我們 由南京到了悟虎 當時國家需兵恐急 高先生還記得 國防部派員來點名 這些十幾歲的孩子 穿著蓬松不合身的軍服全充軍隊 帽子上有個名牌寫著名字 在集合場上應聲回答 我們到了這個悟虎灣子鎮 我們就是國防部來點名 沒有人啊 沒有軍人啊 我們就從書啊 點軍人的名 不是點我六王學生的名 他們根本沒有人啊 找到我們六王學生了 小嘛才十幾歲 穿著褲子跟拋子一樣大大的 那時候叫高本招 唷 給一塊大頭 高本招先生後來才知道 回答有 就是要跟著軍隊遷到台灣 於是高先生從五湖到了松江 再到上海輾轉落腳台灣 又從台灣到了廣州 再回到台灣 部隊先後駐紮北投 林口淡水等地 那時候就沒飯吃了嘛 就是跟著軍方的人到了松江 就上海附近有個松江 松江我們集合一個 大概我們有幾十個人來 到松江跟著一個團部 我們有飯吃了嘛 那時候就到那松江就穿著這個 衣服也大 穿個群裝就吃得飽了 做沒有好長時間 我們就松江 就到了上海 到時候上海白站 做了一段沒有好長時間 我們掛一個招牌 掛請堅決2074 早晨辦事處 在上海白站 我們就幫忙 幫忙造了夠了十幾個人 所以我們馬上送到這個 黃埔江碼頭 送到船 送到台灣來 我們是最後 最後那時候 十幾歲半住到燕場那邊 上海白站有個燕場啊 他們很富裕 我們吃飯也不要錢 吃得好 沒事就逛十大公司 上海閒事公司 永安公司 穿著一個捲服 給拋著一羊 看看那時候 我們當時 姐姐白退啊 沒辦法了 我們找餅 就是這個 我們同鄉 當團長找餅 找了餅 就送到這個 送到碼頭 送到山上送台灣來 最後就是沒辦法救了 我們也是給用最後一批船 從上海坐船到台灣來 當時高本昭先生 有個同鄉好友 劉修寶 對局勢比較了解 告訴他 一直待在軍隊 不是辦法 1950年年中 高先生私自離開部隊 劉先生讓他 頂替弟弟的名字 劉修喬 來申請身份證 於是這個身份 跟著高先生 一直到1980年 才改回本名 高本昭 從台北就到了七谷 七谷園城 那個劉修寶 他年紀大 他做這個 守院也有公務院 我就幫著辦公室打砸 結果這個也不是辦法 結果我們 有個同鄉在 煙霧警察中隊 結果就到煙霧警察 就補個名字 就做了煙霧 煙霧的水晶 看煙的 看煙的 這段時間 當然是煙露 說什麼 吃了很多苦 看了很多人的顏色 飯一散散 我吃不飽 買點米粉 開水泡一泡 米粉這樣吃 在顏警隊負責查氣 撕煙的高本昭先生 常常利用工作之餘 進修 幾乎所有的花費 都用在買參考書自學 24歲以眼疾為理由 辭去顏警隊的工作 離職後 高先生決定到台北闖蕩一番 他先投靠遠房表哥杜澤君 白天拿著報紙按圖索記找工作 天黑了 就回到表哥的租屋處打地鋪 後來有個同鄉 介紹高先生到明華製板廠當學徒 雖然月薪只有40元 但是他告訴自己 家財萬貫 不如一記再生 欣然前往 25歲那年 高先生正式踏入印刷製板 開始為自己的人生奮鬥 根據這個老年人講的話 家有錢財萬貫不如一記再生 但是考慮很久 他還在學個技術 結果就是到這個厄美間 這個叫明華製板廠 這個老闆是山東人 他是在日本學的 但是我應徵到那裡去 就是我當時剛剛去學的這個 那個照片很大的 另外有兩個照片 他是比較高級的 這個紙板廠 這稿子文件 這文件叫線條板 這個照片叫旺板 有從王細王 通曼子 這個毛造子 六十五歲八十歲 這高級的這個通曼子 你看那個通學樓啊 通學樓都經過旺盤照人 這樣的 那個小師父啊 我給他當助手 他三天了頭不來了 我就抓住機會去 加強學 那時候還沒有空調啊 那個月水叫小酸銀啊 岸方啊 都會這樣 月水又處毛病 那個老闆在太光營養上做事 往下來了臉臭臭的 等等 主要乘坐北投佛教文化館 中華大藏經 印製裝訂的工作 當時市場上 主要還是以活板印刷為主 很多圖片都需要照相 製板配合 所以生意相當不錯 而廠中的工作 從拼板 整修 曬板 高先生都一一注意 因此很受重用 每個月的薪水 已經可以超過1500元 1959年 中華大藏經 印製裝訂的工作即將告一個段落 高先生開始考慮自己創業的可能 隔年六月 文化照相製板公司成立 除了書法和古籍外 主要業務來自佛經的印製出版 南亭 東出 道安師傅 成一 星雲 聖岩師傅等人 都將印製佛經的工作 全權交由文化照相製板公司處理 這大概做了有半年多 我們就不做了 另外 另外這件事情 剛剛遇到這個 這個福教界的 文化科 東出法師 行文法師 他們要印大藏經 他們也要做生意 就在昆明街開一個新衣製板場 自己製板 先做這個 銅板 新衣板 爛板 那我就應徵照相 他們剛剛開始 有好多人都是我造來的 慢慢地做了這個 一年多吧 一年多 我靠八十年做一段時間 自己春天前 自己在喜唱節 萬華喜唱節 自己做這個照相製板 文化照相製板 是 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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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安師傅支持我的 那時候在喜唱節的時候 他有東西 叫那個聖岩 拿把這個書拿來 我給他照相 他吃素 我也沒辦法 沒有錢請他吃飯 到四五點鐘 他再把稿子拿回去 你看那個東出 老闆 對聖岩法師很嚴格 對我都還蠻好的 那時候我已經在 我本來在喜唱節 那時候我已經搬到喜原路去了 喜原路那個 幸運法師在三重 一個福教文化服務處 他就有時候走路 過淡日和到我這兒來 他每次到台北來 都在我那個聖岩上 那個坐著凳子 都在外面門口 講講話 他就到火車站 到福光山去了 那時候福光山還沒正在開 還沒開始的時候 他每天都這樣 那時候接外面的聲譽 像遠東那個盈寒字典 正宗數據 大數據 世界數據 那要聖岩 都要經過照相聖岩 要平板 那時候有玻璃板 那時候不算是桿片 桿片就是菲林 那時候就玻璃板 用照相樓上是玻璃板 後面進步到 因為這桿片貴 後面才慢慢地用桿片 這個資本安城也進步了 我那時候年紀也輕啊 這個要求也貴 公司營運情況越來越好 但是當時為了要爭取生意 遇到很多客戶要求 俯開發票金額 高本昭先生都不得不答應 到了要繳稅的時候 他才發現問題嚴重了 那個碎檢處的人也 你看過車子櫃呢 他說你趕緊地想辦法 把這個店關起來 換個名字搬家 他們都很通勤我 1962年 新文化影印館成立 那時他已經歸一三寶 拜南亭和尚為師 道安老和尚為新工廠提名 高先生對工作效率 品質管理要求特別嚴格 很快在業界中闖出成績 當時台北主要的出版社 都很放心 將工作交給新文化來負責 1971年 新文化影印館改名為 新文化彩色印刷 地點就在高本昭先生 雙圓街住宅樓下 高先生添購了五台橡皮板印刷機 來拓展事業 高先生回憶 在印遠東英漢字典時 因為印量很大 遠東老闆胡佳玲 都會直接到廠裡 來查看印刷狀況 1972年 東出老和尚鼓勵高先生 接續中華大藏經未完成的工作 印製大正藏 於是他在1973年 成立新聞封出版公司 除了印製藏經之外 也想藉此傳承中國傳統文史哲學 秉持有學問的資料庫 求學問的好資料的精神 高本昭先生 將事業重心 從印刷轉向出版 致力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 與愛好者 出版珍貴文獻資料 以及專業學術著作 1976年 道安長老提議擬印乾隆大藏經刊印 這部經書刊稱現存木板佛經的經品 但是台灣沒有此經 高先生多方探聽之下才知道 擁有這部經典的地方有 香港東陵念佛堂 馬來西亞吉樂寺 以及日本大古大學 得到這個訊息後 他想辦法親訪越南木科原本 可惜香港東陵念佛堂不肯外借 1983年 高先生發新 籌印新編縮本乾隆大藏經 一個字都是收寫本 這個書是經過我收的 我到北京 北京買回來的 北京買這個書不容易來 從台灣進來也不大容易 我透過香港的朋友 運到香港在傳聞 東陵念佛堂 那個師父報了這個 以後我才從香港再進到台灣來 台灣來當時他們還不什麼了解 我說這是附近啊 沒有政治沒有關係的 結果這本書很大 它是一個現狀本 這本有的字不清楚 有時候這個字不清楚 我都經過修的 我都沒這樣漂亮 乾隆大藏經是中國最後一部 木刻版大藏經 字跡雖大 但是刷印不清 高本昭先生請來20多人按策檢查 逐字描修 經過三年多才整理完成 印刷出版時已經是1992年了 同時期經由孫立仁將軍夫人 孫張青陽居士的介紹 高先生和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 黃永武博士合作 請黃永武幫忙整理敦煌卷子 黃永武博士親自遠赴英、法兩國 相繼取得失落在英、法、日、俄、北平等地的敦煌遺卷資料 並展開版權洽談的行動 孫將軍夫人 夫教界的生活很高很慈悲 她出錢出力 夫教界的今天孫夫人貢獻很大 她就認識她 就是黃永武 總統大學文學院院長 跟她介紹我認識她 我們介紹兩個人一陪集合 她到敦煌去敦煌研究院 看到敦煌卷子 然後我也到敦煌去了 當時我想啊 用這大部分的附近比較多 當時我想啊 你像打仗一樣的人很多了 敦煌沒人坐啊 什麼叫敦煌卷子啊 那時候就是這個 這個西藏去京啊有沒有 坐到敦煌去的馬車都要休息一下 休息沒事啊 那個馬車什麼時候又不知道 就是他們休息的時候就寫 寫警 等馬車或者等這個 等這個交通安排 她沒事嘛 就寫這個寫警 哦車子來了 馬車來了 就放在山洞裡面了 就走了 她說一個接一個 這個敦煌卷子是這樣來的 她說敦煌就把這個 就照開門來照的卷子就捲起來 這兩大箱啊很重嘛 我到機場就接她 再把這個沖洗 把這個都是用底片沖洗的 當時沒人敢做 就花很多錢 就不怕你見笑 我讀書不多 就單量還大一點 被人不敢做的我來做了 這套書由黃博士編目錄 立章傑 高先生負責找人沖洗 全書以盜鈴紙經印 費時五年 版權費用耗資新台幣4500萬元 成為當代敦煌學術研究 最具價值的典籍 世界各國的漢學機構及博物館 都將敦煌寶藏列為重要館藏 敦煌寶藏不但成為高先生 最引以為傲的傳世之作 他也因為這套書 解釋了國學大師饒宗義教授 他在操作裡面 省望蠻高的 確實是很聰明 我那個天罕自負也寫的 我實在很幸運 他們對我 像這種人高盤不上的 其實對我都蠻好 但是對我也收他的字典 這個書也是 他變得有些不甘處 就一大套 2002年 饒宗義教授提出 希望將20世紀學術文集整理出版 高本昭先生馬上答應 由新文峰擔任重任 這套文集將近千萬字 分14大項目 18開金莊20冊 因為內容有甲骨字 簡博字 以及許多罕見字 需要重新造字與刻字 因為是文史經典 排教工作 不是一般人能升任 高先生 敦請何廣衍教授 鄧偉雄先生 等十多人參與排教外 饒宗義教授也親自叫定 學術著作 在2003年 堂堂問世 每當談到出版信念 高本昭先生總是說 出版人要有一股傻勁 好書不一定賣錢 但是要有文化價值 對照今日 新文峰在事業上的成就 以及文化上的貢獻 就是最好的印證 從千里外的蘇北來到台灣 從16歲未曾離開過家的中學生 到流亡學生 軍人 警察 學徒 最後成為傑出的創業者 出版家 高先生始終沒有忘記 感恩許多長輩與朋友的護持 才有今天的新聞風 在看完高先生的影片後 那我們接著有請高先生 入座到前面 再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請問教授入座 對 大家看了以後 再一次跟我們分享一下 讓我們掌聲歡迎高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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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們很想知道 你當時為什麼會出正統刀照 為什麼出正統刀照 怎麼來的 對 怎麼來的 對 正統刀照這個事情是要 因為我處於《大藏經》 《大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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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知道 可是每個道場最好有個 副教有大道經 道教有道道經 是啊 這是道場必須要的 也就是代表我這個道場的文化 所以我們今天李教授在這裡 我問人家找這個道場 我找了很多次 他在紫蘭陸的城堂 我有一次他的傷口 我非要等他下回來了 所以今天要做事情 行程在經 我就是因為程序改讀了李教授 還有我們我教授 對我很多話 我說只要黃教授在總統統段 之後他還會研究 我有什麼計劃是什麼書 我又請黃教授 黃教授在總手 也很在台大 Brig次的 宋次教授 他的 他不會在宋次研究 他的投書料裡也很多 他有時候不知道 有請黃教授指教 所以今天的新闻风也就是说 我自己弄的我有很多朋友帮我忙 所以在这许话 在家靠父母 从外靠朋友 我有很多好朋友才有今天的新闻风 现在我二人长大了 希望他好自贵子 我一个工钱 其实我大有些事情 其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比如说我们家出了这么多 新闻风出了这么多的账金 像你后来这个加薪账 契杀账 这些你怎么会想要出这个书 这些资料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哪里弄的 是从哪里找到的 这个书 我在副教舰这些老伙伤 对我都还蛮不错 很爱护我 文化馆的董祖老伙伤 花园联系的南京老伙伤 我到了香港的盛怀法司 都能来光明法司 当时台湾的大增长他们已经出了 可是他在还不容易 结果我在他们之后 就是大增长 还有万治区长 千龙大帐 千龙大帐是我从大陆买回来的 买回来的时候直接进台湾不行 因为这个笼帐啊 通过香港再到台湾来 结果我也序了很多人事关系 香港的那个盛怀法司 那个大游三年都还不买宝吗 所以藏结果很多办法 大增长 丸子徐长 千龙长 其他长 这是我们写微风的这个看家之宝啊 出版 是也我想你们教授知道 出版不好做 没有个杀劲 付不来的 这方面有没有价值能不能赚钱 谁也不知道 所以你们忠实人员 我来负责你们的 你们看的时候我来出版了 讲了还有什么好的东西 建议我 我来做 谢谢 我想这一场我们就差不多了吧 大概我们就休息一下 OK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时间就是 到1点30分 那那个会场外面备有餐盒 那请那个各位贵地 跟我们工作人员领取餐盒 谢谢大家 这不是这么安排啊 我就等你猜猜 不就安排吃饭了吗 不就安排吃饭了吗